Hello大家好,我是Aris 我之前分享了我本科学习数学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也陆续受到了很多留言 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 其中问的最多的包括数分高代的教材 参考书习记册的分享 以及统计相关的统计的课程 未来的方向、职业规划等等 那接下来我就出几期视频 就你们关心的这些问题 分学科做一个更加具体的分享 这个视频呢先来跟大家聊聊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这两门大学数学系最基础的学科 主要是做一个教材习记册以及学习方法的分享 那对于数学系的同学来说 数分和高代呢肯定是大一大二最重要的两门基础课了 相信你们的老师也肯定给你们强调过 无数遍数分和高代的重要性 我当年在清华数学系的时候呢 我们的数分是上三个学期 高代上两个学期 那我个人呢分析要比代数好一点 因为我是概率统计方向 后面学习了很多概率论随机过程相关的课程 所以分析用到的还是比较多的 我当时上数分三个学期 我们讲的还是比较细的 其中还渗透了很多 包括识分析 泛寒 甚至微分几何的概念 有很多朋友让我推荐教材 其实我入学的那一年呢 是第一年清华的数理极科班 数学物理分开了 所以我们的教材就都换掉了 之前数理极科班数分用的是卓里奇 高代用的是章显科 我那年用的教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从国内背过来的书 数学分析是长庚哲史及怀的这个数学分析教程 它有上下两侧 然后我们是讲了三个学期 然后高等代数我们用的是这一本 摇木生无泉水的这本高等代数学 关于分析的话 我后来还上了识分析 用的教材是陈天璇老师的这本数学分析讲页 也是陈老师亲自给我们上的 还有这一本Sign the Real Analysis 也是分析非常经典的教材 所以我们那一年可以说是既幸运也不幸吧 幸运的是我们的教材换得比较简单了 但不幸的是也就没有卓里奇和张贤科那么经典了 所以我当年问学长学姐有什么教材推荐的时候 他们就推荐我去看卓里奇和张贤科 可以作为非常好的参考书来看 关于教材我还想再多说一句 我之前看到一个留言说 他觉得国外的教材比国内的教材更容易懂 我觉得可能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像高等代数这样的学科 那么多内容 但是这个教材只有这么厚一小本 但国外的教科书一般都是很大很厚的那种 我个人的体会吧 国内的教材呢都追求一个简洁美 写教材的老师们会站在老师的角度 尽可能的把定理写的简洁 把证明写的短小精悍 基本上就是定理证明推论 定理证明推论这样的结构 那站在老师的角度看 可能这种是一个很严谨很有结构的教材 但是这种教材对于刚刚开始接触 高等数学的小白来说 其实是没有那么友好的 相比之下呢 国外的教材一般都会假设读者 是一个零基础的小白 然后会反复的用类比举例这种方法 来阐述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 确实是比较深入浅出 比较好懂 我当时有一个高中同学 他是高中的时候 科技创新大赛获了奖 然后保送去了北大数学系 但他上了第一年就quit了 因为他觉得北大数学系太难了 不太适合他 后来他又重新申请了美国的大学 去了Georgia Tech的数学系 也是美国一所非常好的学校 他就跟我讲 他觉得每本数学系 比北大数学系简单太多了 难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包括后来我来这边读PhD 第一年上课的时候也深有体会 这边的老师讲课还是慢很多 简单很多的 学起来确实不像本科的时候那么痛苦 但我个人也不知道 美本的数学系它没有什么教材 如果你们知道有什么国内外好的教材推荐的话 欢迎你们留言和弹幕来分享给大家 那关于习题册的话 我之前在一期Q&A也稍微提到过 主要还是基米多维奇的那一套题 还有北大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和裴里文的数学分析中的 典型问题与方法 那刷题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建立在你已经完成的作业 并且理解的作业题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适量的进行刷题 从一个应试角度讲的话 我觉得作业题是比自己找题做刷题要更重要的 当然多做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前收到一个留言 他说他觉得自己能看懂书里的定理 但是要做证明题的时候 却有觉得无从下手 我觉得看懂定理和做题之间还是有一个gap的 就像你看了很多做饭的教程 你觉得你会炒这道菜了 但是你炒出来的也不一定好吃 所以还是要多动手多实践 不过大家在刷题的过程中呢 可以更在乎刷题的质 不要过分追求刷题的量 争取对刷到的每一道题都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关于数分高代的学习方法呢 老实讲我没有特别好的学习方法 就是自己这样一点点熬过来的 不过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两期视频 怎么学好大学数学和数学思维 主要的学习方法 在那两期视频里面都提到过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数分高代的重要性 那这两门课都是大学数学系最基础的两门课 如果这个基础打得好的话呢 后面真的会非常轻松 我也收到很多留言 很多朋友问我统计的学习方法 其实我想说如果数分高代学得好的话 统计学起来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下一期呢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统计的相关内容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就多多三连支持一下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为了给你们录这个视频呢 我特意把这个箱子搬出来了 这些都是我从国内带到美国这边来 我本科用的教材 你们可以看到包括数分高代啊 还有C++啊 统计啊 泛寒啊 数字分析啊等等 那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里面 会陆续跟大家具体的做一些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